接下來我們做所謂的描寫 其實我們結構上都已經做完了 我們用0.38這種筆形的橡皮擦 我們把它亮點的位置標示出來 然後再用軟橡皮去補牆 就是減的多加的少 先標示位置 甚至說比較細的髮絲的地方 我們用這個來擦 會比我們用軟橡皮來擦要容易的多 它們一起相輔相成 然後軟橡皮在使用盡量用成最小的 我個人比較喜歡把它捏成一個錐形狀 方便來拿就好 標示亮點的位置 那這個步驟可以慢一點 多多的觀察 很細微的地方 把它當作一隻白色的探筆 阿滅里面的反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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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